词曲 李宗盛 回进分叉的路口 相爱时遇到伤口 越痛越挽留 如果你被爱是一种 烦烂占有我的心 你怎么痛 只要你回头 爱就没尽头 相信我的热泪是为你 真心而流 只有你回头 爱就没尽头 风雨之后 我没有资格一生相守 相爱时遇到伤口 人永远挽留 如果你被爱是一种 烦烂占有我的心 你 你怎么痛 你怎么痛 只要你回头 爱就没尽头 风雨之后 我没有资格一生相守 一生相守 一生相守 我没有资格一生相守 我没有资格一生相守 你怎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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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资格一生相守 我没有资格一生相守 你怎么痛 我没有资格一生相守 你怎么痛 atura市场 五项 好 好乖 我们去医院 妈妈 que tal 我马上就要开会呀 你说什么 李总 哎好的 女团队总至门 今天会议请休 aper 喂 什么 全是什么样 好好 每家医院 每家医院 你 摔哪儿了 疼不疼 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好啊 哎呀 孩子已经摔成这样了 就别再麻烦了啊 爸爸 爸爸 走 育和 你疼吗 疼 疼得厉害 你告诉爸爸 你是怎么摔的 他们把你和妈妈的相片拿下来 我想挂扬去 把小板蛋给插翻了 育和 那个照片早就应该拿下来 你挂他干什么呀 我 我就要挂 变成 让孩子学习一块好吗 李刚 你现在是小病号了 有什么邀请 进口跟爸爸说 爸爸一定满足你 你让我先来吧 嗯 我先来 好 你 说完算数吗 算数啊 那你跟我来 李刚 是不是 你把这个给我挂上 你说话算不算数啊 算数啊 现在就挂啊 现在就挂 一顿 我会打开吧 我跑了 我都在烟里面 我还要打开吧 我都在烟里面 我都在烟里面 我要打开它 我和你in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啊 林森 你去看看语和吧 去吧 最近 最近 语和也上不了学 还是我请家来照顾他吧 还是由我和林森来照顾吧 不不不 你们都挺忙的 反正我现在是个闲人 还是由我来吧 毕竟我是个女人 比你们男人心细 你们都别争了 孩子我照顾 怎么了你 出趟前回来 连话都没了 怎么了 你倒是说话呀 语和摔坏了 孩子摔坏了 摔成什么样了 小臂骨折了 怎么摔的呀 摔的你就别问了 你说他会不会很疼呢 疼是肯定的 不过没事的 过两天就会好的 能不能想点什么办法 比方说用点止疼药或是什么别的 要不这样吧 我陪你去看看孩子 好是好 只是林森见了我 他就觉得别扭 再找机会吧 没事的 放心吧 没事的 好了 以后别哭了 坚强点好吗 我知道以后是个坚强的孩子 别哭了好吗 好了 别哭了 以后 妈妈知道你疼 疼吗 我的女儿都杀坏了 你还没来笑容 姐 边老师不在啊 刚出去 你找他有事吗 其实我也不是找他 我是想问一下 唐诗云父母的地址 你这儿应该也有底子吧 你找唐诗云的父母干什么 我奶奶说 我有个孪生妹妹 从小就失散了 我怀疑就是唐诗云 对了 唐诗云后辈有红质吗 那我可不知道 我要找到他的父母 我要问个明白 他的父母已经不在本市了 官员机关已经找过了 那我也要去看一看 你可不许一个人去 江宽答应陪我去 那好 我一会儿帮你查查 对 最后 könnte 我 histories 那 Unbelievable 到了 还有谁 你在海测经理 我是说的 是干啥不好 用му 你怎么知道 你的事我能不知道吗 是啊 生活中有很多无奈 对 既然分不开 就往一起走吧 怎么又开始说林僧了 你不是说有事找我吗 对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告别 你要去哪儿啊 去日本 那么远啊 那你会经常回来吗 不知道 以后的事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我请你吃顿饭吧 就当是给你送行李 来不及了大姐 我得马上去机场 这么急呀 对啊 大姐 我会永远记着你 永远为你祝福的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 保重 走了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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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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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正往家赶呢 您是有事吗 我在家照顾雨和呢 公司现在有点急事 让我过去 你能不能过来替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雨和没事吧 一点小毛病没什么事 行行行 那你千万别走开 等我来 林嫂把门打开啊 来了 妈 这雨和怎么了 骨折了 骨折了 雨和 雨和 妈 我走了啊 去吧 出来 啊 妈 阿燕 孩子 还是我来照顾我 我也需要尽一个父亲的义务呀 林森正在家照顾了 他心挺细的 会照顾他很好 我家都请好了 也好 不过今天先这样吧 明天你再过来接孩子行吗 好啊 快来了啊 那个 妹妹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这些天我就不来了 那个 我那队长职务你代理一下 不拉琴了 为什么呀 孩子摔了呗 所以啊 我跟那嫂子形成个决议 这一周我不拉琴 她呢也不来唱戏 孩子摔了 谁的孩子 老伴的外孙女 胳膊骨摔手 哟 这咋说的呢 行了 我告完价了 回去了啊 找什么急啊 听别人唱一段再走啊 替谁唱啊 替谁唱啊 替谁唱我都闹嘘 替谁唱我都闹嘘 不哭 怎么温二 咋语 你来了 快坐吧 来得快来 来 后面 好 姜宽 咱俩离婚后 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谈谈 今天有些话我特别想对你说 你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我 我只有半个小时 一会儿我得出差 半小时 足够了 有什么话你说吧 你听没听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王二小放羊 不往豪槽里赶 听说过 就是王二小给地主放羊 不往好地上放 所以那羊就吃不到豪槽 你听过 那太好了 就不用我解释了 你知道吗 我就是那个王二小 没好好放羊 把羊给饿跑了 你什么时候放羊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还是直跟你说了吧 今天来 我是向你道歉的 失去你 是我最大的错 过去的事呢 提他干什么 提一提也好 事情虽然过去了 但是非取之 应该有个公论 现在公论出来了 我没有好好珍惜你 结果 下场好悲惨 那个人把我给甩了 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悲惨人生 其实也挺好的 还你一个公道 命运这玩意儿 有时候挺作弄人的 不是 如烟 那个 你的悲剧 它已经过去了 可是喜剧还没开始呢 是吧 所以我希望你啊 以后能够善待生活 只要你善待生活 生活就会善待你 对不起 我记得电话了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在医院门口呢 医院抬不出来 你已经到了 那你在医院门口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到 好嘞 你看 连半个小时也没给你 我得走了 你走吧 没事 你心情好点啊 我走了 好 啊 皇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任 我有件事想求您 你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什么事 你尽管说 主任 表话市不是走了一个小姑娘吗 是啊 我想能不能让陆锦平顶替那个小姑娘到表话市去打杂了 陆锦平挺有前置的 人也不错 这个不太可能吧 好多教工家属都想补这个缺呢 陆锦平他就是个模特了 用了他 那帮教工们会把我拉下马打翻在地的 主任 跟您说实话吧 陆锦平是我的亲属 他也是教工家属啊 条件一点不比别人差啊 江西啊 我知道你为人热情善良 这个我都理解 但是这事吧 我确实有难处啊 主任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呀 他真的是我的亲属 他是你什么亲属 他是我弟媳妇 这是真的 真的 主任 跟您说起心里话 自从陆锦平和我弟弟确定关系以后 他每次去上课 我这心里都不是个滋味 我想 我这种心情 您能理解吧 江西啊 你这就不对了 咱这不是在搞艺术吗 主任 话是这么说 可您家里没人做模特 我这种感受 您是体会不到的 这样吧 这件事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好不好 行 这件事 就拜托您了 如果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那你先忙吧 那你先忙吧 走 换鞋 边强 雨河回来了吗 阿姨我来了 雨河来了 宝贝 告诉阿姨 手还疼吗 没开始疼了 我探灭了 咱们 我对不起你 现在我要和你好 你也跟我好吧 好的 C 我现在是松果 快救人 背不住呢 我又没有 又跟他发 呜呜呜呜 嗯 你怎么给摘了 你不想把它摘下来吗 那雨和回来怎么办 雨和回来 我再把它挂上吧 雨和回来 请进 您好 您是校长吧 我是校长 你们是谁呀 您好 我们是从省城来的 想见一下唐代老师 唐代老师 他已经退休了 那您知道 他家住哪儿吗 我们是他的亲戚 他退休以后啊 就回南方老家了 他老家在南方什么地方啊 说不好 好像是在南方一个小镇 完了 找不到他了 那咱们回去吧 对不起 打扰您了 没关系 那咱们去看看雨和吧 他摔伤以后我还没露面 再晚了 那就不好了 别去了 雨和让边城接走了 那咱们到香维家去看 你不陪我去啊 要去你自己去啊 我烦边城 你又不是不知道 怎么了 你好像有点不高兴啊 我想如烟了 那小崽子好长时间不回来看 恼心 那就打个电话上才来嘛 打了 手机关机 找不着人 你这样 我陪你去看他 你好 你叫谁啊 如烟在吧 如烟不在这住了 什么 他 他不在这住了 那他人去哪里了 他账户给他买了新房子 他和他账户在一起住了 丈夫 他哪里来的丈夫 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们是他亲戚 对对对 亲戚 那你们去他家里找吧 他家 你知道他家在哪儿 不知道 谁啊 是我们房东 什么房东 找错了吧 我们资格的房子怎么会找错啊 房门开开开 开什么玩笑啊 你们是房门那我是什么啊 你是什么 你是租房子呗 就是啊 少废话 赶紧看看 乌烟吗 请给我转保安部 你说怎么回事啊 这如也什么时候有的丈夫啊 我这当妈妈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啊 说不定是那个姑娘胡说呢 那那也不一定 那你说人在哪儿 她住哪儿 她准备有个住的地方 什么叫有个地方住 你这不是废话吗 你看这不是安慰你吗 安慰我一个屁用现在 醒了醒了少来这套你 你们干什么的呀 我们是房东 来收房子 你们是房东 我是真房东 不行你看看房证 有房证你看看来 他错不了 你们进来吧 我们打你丈夫的手机 他老是关机 这不没办法了 我们只好来找你了 这房租积到了 如果你们进入 就马上交房屋 对 我还有多长时间 一周吧 那好 一周后 我搬出去 行 那咱们一周以后来拿钥匙 好吗 算了吧 我一会儿就拿给你们 我明天就搬走 那也行 你们等等 我给你们拿钥匙去 好 妈 什么事找我 如颜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妹妹失踪了 谁告诉你的 没人告诉我 是我自己发现的 你发现什么了 我发现她失踪了 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啊 行行行 我是想问你 你都发现什么了 我去宿舍找她 人说她跟她丈夫住在一起 你说她哪里来的丈夫啊 是不是给坏人拐跑了 什么坏人拐跑了 你去银行不就找到她了吗 我跟你李叔奋斗去银行了 你李叔去银行 人说她请假了 你说她请假了人在哪呢 肯定是出什么事情了呀 好了 妈 你不用担心了 你先回去 我让她下午去看你 你 你知道她在哪啊 你就回去吧 行了 妈不用担心啊 我还有客 站住 到底怎么回事 你现在跟我说清楚 妈 妈 如言在外面有一套房子 我去过 她哪里来的房子呢 人说她跟她丈夫住在一起 她丈夫是干什么的 你们俩为什么要瞒着我 她现在又为什么 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 韩颜 你现在帮她通通跟我交代出来 妈 妈 你不用在这里大吼大叫 你先回去好不好 我晚上回去给你交代 行吗 回什么家 我不管 你们俩心里还要我这个妈妈 我没你们的女儿 拜拜吧你 我告诉你 大的小的都不让我省心 我没法不生气 我没法不生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找唐世运的父母 江官陪着去的 找唐世运的父母 你为什么不是拦着他呀 他一直认为唐世运是他的妹妹 而且还活着 他说他妹妹坑害了你 他要找到她 帮你洗清罪名 人家对你敢恩戴德的 我有什么理由阻止啊 不会有结果的 只是白花钱白说累 还真让你说中了 唐世运的父母都已经退休了 搬回南方老家了 据说住在一个小镇上 可中国的小镇兴罗齐步的 到哪儿去找啊 是 他又不是学侦查的 上哪儿找去 我要知道 我绝不会让他去的 行了 对了 孩子怎么样了 这两天说不太疼了 你 你跟江宽说一声 明天呢 我带孩子去拍张片子 行 没问题 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机不开 人又不在 这是去哪儿了呀 谁啊 我 爸 我来看看宇和 宇和 老爷来看你了 宇和 老爷好 来来来来 让老爷看看 刚才老爷 还疼吗 不疼啊 真是个坚强的老孩子 不理我 狗屁了 这小坏啊 把这小子给怠慢 怎么了 小婉 爸 你们就一人来了 白阿姨呢 她已经看过宇和了 所以啊 你们也陪我来 来 喝点水 原厂 孩子胳膊到底怎么样 目前看 情况还可以 来 来 看看一盒啊 你让不让我进来啊 进来 进来 我这有话要省你呢 把门关上 坐着 坐着 卢烟 如果你还把我当成你妈妈 你现在如是回答我的问题 你有丈夫吗 没有 那你现在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你住哪里 我现在 没有地方住 我想和你住在一起 你留不留我 别偷换概念 现在是我问你 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你先回答我嘛 你留不留我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威胁我是吗 我要不留你就走 是吧 你不留我 你不走行吗 你不留我 行了行了 我是你妈我让着你 谁让我生了你 那你留我了 我不留你谁留你 你现在接着回答我的问题 你老实说 你招待她 我想要和她这样的情谊 你没开心 她就是你 aksson 我让你涂在评论 你回来了 我到处都在找你 柳寒烟 我真没想到 原来你是个卧底 你 这手指啊 没事的时候 要活动活动 编程 接电话 那个小东西 来看看 疼不疼了 不疼了 喂 编程 你明天是不是带雨河拍片子啊 是啊 怎么了 那你就顺便帮她验一下血型吧 验血型干嘛 是这样 社区通知我换护口吻 上面有一栏是血型 派出所要求无比天上 我的现在还不知道雨河是什么血型 你顺便坐一个吧 我知道了 换护口吻 那我也得照顾 都说人生 都说人生真理 归在无暇 偏有这白绪扫心 那满圆滑 都说是前路满满 真气无暇 真气无暇 回首时才想起把眼睛睁大 都说回头是爱 苦海无恙 最难把阳晒 最难把阳晒晒在阳光下 都说十年战满 真爱无疼 梦醒后方渴望 将人心喧哗 心在成长 心在成长 那时穿越 寂静的大雨脚 心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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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世界最重的惩罚 心在成长 心在成长 那时穿越 寂静的寂静的代价 心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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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世界最重的惩罚 只是世界最重的惩罚 心在成长 心在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